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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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股市接连暴跌 股名怨声载道 2月5号 中共央行宣布 从即日起降准0.5个百分点 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 以超过前两年的降准力度提振市场信心 不过 大陆投资者却不买账 当天 股市继续下跌 A股三大股指低开低走 商政指数一度大跌超过2% 再度跌破2700点 一度跌到2635点新低 商政指创业板指跌幅超过4% 滬山两市超过千股跌停 滬山经三市下跌个股超过5200支 2600多股跌幅超过9% 大陆财经博主发文章称 这是堪称百年一遇的股灾 其他网民也说 这是史诗级别股灾 跌跌不休的股市将导致众多投资者财富归零 2月5号 微博上网民再度热议千股跌停 相关消息也再度攻占热搜榜 阅读量超过4000万 由于网管删帖 股民绝望的心声无处宣泄 近连几天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 一篇关于长颈鹿的微博留言洗版 发泄对A股和中共政府的不满 有人形容股市向赌场和刑场 评论超过15万条 点赞人数超过68万 2月5号 大批股民又转战印度驻华大使馆微博 到一篇介绍瓦桑特集市的文章下留言 说 印度股市是神 中国股市是渣 印度是真正的东方大国 因为在A股频频探底的同时 印度股市却涨破7万2000点 市值超越香港股市 跃居全球第四大股市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 日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 提名人 英国议员 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勋爵说 这是为了表彰该医生组织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所做的不懈努力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 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 17年来 一直致力于提高人们 对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暴行的认识 除了发布研究证据之外 还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 并发起请愿活动 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 亨特在提名信中说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的行动 深深植根于促进医学伦理和人类尊严的信念 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个组织 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关注 还将对打击人口贩运的所有努力产生积极影响 而人口贩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严肃话题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湖北暴雪冻雨 导致交通严重受影响 班机取消高铁列车严重误点 部分旅客在停电中断供暖的车厢车站滞留 高速公路上大批返乡民众被困 民众表示 今年的返乡路真的太难了 而中共党媒却报道说 这是历春喜迎飞雪 受强降雪天气影响 湖北省正经历2009年以来 最强冬季低温雨雪冰冻的过程 暴雪冰冻大风大雾导致湖北等地交通大乱 多班火车停运或延误 高速公路上出现滞留的车笼 武汉机场跑道一度关闭 超过六成航班取消 有乘客被困机上8小时 大陆媒体报道 2月3号凌晨 许多乘客在网上发文称 第630次列车半路停运 等待几小时也不开动 被困在车上的民众 冷到说不出话来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 发现列车停在一座桥上面 四周一片白茫茫 毫无人烟 网友问 2008年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11天的事件 要在今天的武汉复现吗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武汉街道上都是被压断的树畅 大辆停车被压损 武汉市民李先生表示 3号晚上在朋友家过夜 隔天发现车子已经无法发动了 大陆民众季先生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在回家的路上被堵了20个小时了 昨天晚上快12点到了茅台 因为我的家 你茅台有100来公里的店 茅台又封了 我现在别人用车把我送回我的家乡 正在路上 每年春节回家 如果遇到大雪很凝重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但今年更严重点了 我们在那里待了20个小时 痛都动不了 等他心里离血 季先生表示 所有在高速公路的车子都赶下来 在近处的闸道口等待救援 他搭上朋友的车先回家乡 一路上都有交通事故发生 中国正值春运期间 各地区遭遇2009年以来 冬季最强的雨雪冰冻天后 路空交通都打劫 行径划中的高铁列车 因为电线结冰无法倒电 导致列车失去动力而停驶 严重误点 民主表示 今年的返乡路真的太难 上海铁路集团停运3号至2月4号间 39趟旅客列车 4号武汉铁路微博官方账号公告 141对列车停运 其中受雨雪影响较大的 汉仪铁路停运列车63对 同一天 中共喉舌新华网报道 湖北武汉立春迎飞雪 从新闻照片看到 市民在武汉市沙湖公园慢跑玩耍 报道还说 铁路部门多举措保畅通 有民众亲力汉仪线动车 因雨雪冰冻天气停电表示 被困整晚冷得受不了 2024年过年期间 中国可能出现新一波的 中共病毒疫情高峰 日前有大陆医生披露 江苏一天暴增5000例感染 多地民众表示 疫情高峰已经持续多月 身边人反复感染 不少人猝死 2月3日 一名大陆医生发视频提醒 现在病毒越来越猝绝 江苏省一天暴增5000病例 江苏多地民众披露 疫情从来没离开过 从去年9月至今 许多人反复发烧感冒 不少青壮年人猝死了 还有江苏民众披露 感染的人数太多 医院和社区小诊所天天排长队 不少老人心梗脑梗去世了 江苏连云港市民周先生披露 近来他身边有几个中年人猝死 江苏淮安村民王先生说 从去年9月份开始 当地疫情大爆发 他每天早上都听到送葬的哀悦声 江苏省丽阳市民众投诉 当地投巨资新建的丽阳市上摇火葬厂 每天浓烟滚滚 600米外的上信镇桃花村 完全被烟尘笼罩 更晦气的是每天天不亮 送葬的车队就一路撒纸钱 放礼炮 鸣哀悦 从燕东村村前经过 村民长期生活在哀悦和恐惧中 而且送葬的队伍还经常走错路 把邻车开到村里 甚至开到村民家门口 除江苏外 近期多地民众向新唐人电视台披露 当局封杀及隐瞒疫情真相 当地疫情被忽视或轻描淡写地掩盖了 黑龙江民众马先生表示 他认识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已经走了 面对无法掩盖的疫情真相 2月4日 中共疾控中心专家承认 目前新冠疫情呈现上升趋势 门途病例终以JN.1变异株为主 预计过年期间 新冠疫情将逐步上升 中共一号文件披露另一类真相 专家解读 今年最新出炉的所谓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再次强调要确保粮食安全 防止规模性反贫 但评论认为 中共所谓的脱贫反贫问题 本身就是个谎言 尽管中共党魁在2020年就曾宣布中国已经全面脱贫 但当局于2月4号公布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似乎揭示了另一面的现实 这份文件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 两个确保 三个提升 两个强化 所谓两个确保 第一就是宣称 要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 但中共从未公开过粮食储备的具体数据 让外界感到疑惑 中共把所有的数据全部被它控制起来 中共的粮食储藏数据是属于国家机密 从来不对外公布的 但是从很多迹象表明 中国的粮荒 就是粮食安全这个问题 其实是相当严重的 那么去年的粮食产量 是不是像中共那里说的是个丰收 这个本身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另一个确保则是强调 不发生规模性反频 对此 北京东方爱格农业咨询高级分析师 马先生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 中国底层农民现在的处境是极度贫困 马先生说 现在工作不好找 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也很少 中共文件中的三个提升 就是所谓的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建设水平 治理水平 两个强化则是声称要强化科技和改革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但评论指出 这些话都要反过来听 中共一号文件发布之后 中央裁办副主任 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当天 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 防止规模性反频 是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事实上 中共党魁早在2020年就曾宣称 已如期完成所谓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到2021年2月 当局再次鼓吹 所谓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并宣称有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时至今日 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又面临内外需求放缓 出口缩水 外资撤离 个人消费低迷 民间失业率创新高等困境 专家指出中共现在是只包不住火 所谓的全面脱贫防止规模性反贫 都是虚假的政治作秀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河北保定廉池区建筑项目 駭青城拖欠工人工资 2月5号工人到售楼出门口拉横幅讨要血汗钱 河南新乡企业家许双军去年6月被贺必警方带走 警方逼迫他招任一些他不知情或没责任的事 遭到他拒绝 之后他被以伤害罪指定监视居住6个月 期间遭到非法拘禁和虐待 1月24号许双军与代理律师隋木青 就他被积压地点、积压地生活居住环境 以及监控方式等 向贺必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截止到2月5号还没有收到回职 福建龙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在漳州昭安县的建筑项目 建完后公司跑路不给工钱 2月5号建筑工人在小区外拉横幅抗议 黑龙江省同江市残疾访民萧淑君 2月1号晚间在北京市房山区出租房内 被房山警察和解访人员带走 之后一直与外界失联 经家人查找 2月5号确认生活不能自理的萧淑君 目前被关押在同江市医院精神科 随着传统新年脚步逼近 中国股市持续崩跌 市值从2021年最高点跌掉60%多 中共当局还严禁民间唱衰中国经济 很多网民有苦难言 表示自己是听信党媒宣传才进入股市的 如今从爱国党转变为恨国党 中国A股2月5号开盘没多久就出现大幅下挫 2000多股接近跌停的大场面 让众多股民直呼崩溃 一直在跌破前提 跌破前提 因为我也做股票的 我都怕二十了 跌到2660多跌了 但一下子跌破2700的话很多爆仓 反正确实有人执他的 有他到楼 然后的话爆仓的人很多 我朋友还有厉害 他两个股票全部跌停 今天早上我会打电话跟他联系 我没收股票的时候 问他老婆的事 他老婆也生病了 他说马上就给我探股票 老婆都不探了 近期中国股市暴跌 在刚过去的周末 中国网民把美国大使馆的微博 变成了枯墙 在一条保护野生长颈鹿的帖子下面 聚集了很多中国股民的哭诉 极易股民积民今天没法过年了 年货都买不起了 请求美国出手救救A股 我爱美利坚 不给人活路啊 起义 我们要起义 微博管理员无法删除 美国大使馆博文 因此不断删除民众言辞激烈的留言 但民众仍不断留言 还有网民去印度大使馆的微博下求救 再也不称呼你为阿三了 三哥 对不起 过去我肤浅了 三哥 你也来救救吧 听说你们七万多点了 在美国大使馆那个微博下面 很多中国人都留言了 这件事不是很公动吗 中国的股民90%是亏的 这是肯定的 我们的股民是两个亿 居民是六个亿 你想一想 总共六个亿不得了 全部都是 有很多股民表示 自己是被骗进股市的 因为党媒经济日报 在去年8月3号发文称 要让居民通过股票 基金等渠道也能赚到钱 有网民因此在3200点入场 之后虽然一路跌 但他又一路相信 新华社所谓抹黑 打压不了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不但能带来收益 还能带来成长等说辞 继续加仓 到现在已经亏了40% 上海股民戴先生表示 目前被割韭菜的股民 大多是散户 股市曾经是 他们仅有的赚钱的希望 就像我们穷贵 有些钱的话 你靠打工的话 你像房价这么贵 你怎么办 你孩子还要结婚 那只能是 只有在股市里面能赚钱 因为股市 它总的来说 对于平民百姓 它是属于比较一个机会均能的 我说的是全世界的范围 但是在我们这里 如果你按销错误的话 那我们只有吃药 我们只有倒白 但是现在这么亏的 这个样子我都愣住了 这个基本面 这个技术指标 完全是不这样的 按照收藏的话 应该是上去了 它下来了 你只能看啥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网民总结说 中国股市这一波下跌 消灭的是那些 最相信自己国家 最看好未来 最善良 最坚韩的一波人 他们辛苦辛苦几十年 响应国家的号召 把所有积蓄都投入到股市里 结果一波又一波大跌 直接干没 经济在摔排 而它又胡一天无力 那么股市也就是不成 那么网民在这个过程中 过去来讲是盲目信任 这个中共所宣传的 现在真的用实际的 在这种巨大利益损失之后 能能醒 从一个小本宏变成了一个反贼 很多股民愤然留言 自从开始炒股 我不爱国了 不光不爱还恨 爱国党便恨国党 精准拘杀爱国党 以后谁还会相信 轮回不爽 陈胜无广 大陆民众表示 中共把国家治理的一团混乱 他们失去信心 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这一期的三退声明精选 河南的张军说 我叫张军 以前加入过共青团组织 现在声明退出 入团时的誓言全部作废 与共产党一刀两断 共产党太坏了 社会都烂了 中国没戏了 谁也别想过上安心日子了 除非共产党倒台 李承声明退团队说 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原来在外打工 后来老板破产 拖欠工资跑路了 现在国内这样的缺德老板很多 我喜欢翻墙看新唐人电视台 知道共产邪教 把国家治理的一团混乱 我从来不信啥共产主义 我就想知道 未来社会发展朝哪个方向走 共产党啥时候倒台 我们老百姓啥时候好过点 啥时候能惩罚这些坏人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我愿意 我们在听江茶 可以